开始 今天是由我跟Neo先生给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录得时评之国际新闻的一个节目 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两个新闻 但是呢我们的重点是放在前面一个 那就是说呢 这个北约秘书长临别时候建言说 别对中共国和犯对俄罗斯一样的错误 这个新闻大概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他们 他的主题呢 其实是说这个告别 因为这个北约秘书长斯托尔特伯格 那他就是在这个要结束他这个十年任期了 可能是 然后他在这个告别演说中 就给出这个建议啊 说自由比自由贸易更为重要 这个是依赖这个俄罗斯能源这个贸易吸取教训 不要对中共我犯下同样的错误 实际上呢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先大概呢 是说啊 就是说他首先先总结了 他在这个2014年这个里面呢 这个新闻啊 新闻总结了 说这个发生了一系列的国际事情 实际上呢 我们从这个 我们从一个感觉上就能感觉出啊 就2014年开始呢 确实随着这个中共国 对这个力量的增长呢 北约确实进入了一个老龄化 以及这个 或者说是一个整个这个经济上面 被削弱的最明显的一个时间段 那首先呢 我们不只不只看到了 就是说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啊 入侵乌克兰 他其实已经不只是第一次 他其实已经是很多次了 那他之前呢 是克里米亚对吧 全球疫情冲击啊 网络攻击等等等等 一系列这个活动 我们还不包括啊 这个中共国 对这个 对这个北约这个地区啊 就各种的破坏 我们也 我们这里面他还没讲了 对吧 那其中呢 这个 他们还讲了 这个各地的这个川普焦虑啊 也是在各个地方的都有 对吧 那比如说是这个英国 当时上任了一个新首相 那他跟川普有点像 然后呢 各种优移领导人的起来 对吧 实际上呢 过去呢 我个人觉得是为什么呢 因为主要在我看来 过去那么多年的矛盾啊 主要在于中共国的崛起之后 那对全球这个经济化 这个冲击啊 非常多 那这个北约和这个美国的一些领导人呢 对 当然美国 也是纽约的一部分了 就是 美国也是北约的一部分 那他们呢 对这个中国国这个经济过于依赖 所以呢 导致很多的这个企业 就业啊 什么都都已转移到中国 使得这个就业确实成为了这个北约 过去的一个主要矛盾 对吧 那美国就不用说了 那铁锈带对于这个 华尔街的这个冲击呢 是非常大 对他们的怨念是非常的深 那对于欧洲来说呢 也是如此 对吧 那你要想这个英国 为什么要脱欧啊 就不就是因为这个就业问题吗 对吧 那就业问题呢 就业去哪呢 实际上啊 如果说北约只是想着自己逗来逗去呢 他不会解决问题 因为这是个零和博弈 其实终究的问题是在于 更多规模的这个资金啊 是留下中共国 尤其是德国 你看那个大众对吧 大众奔驰什么 就为了搞这个新疆对吧 用了这个新疆的非法劳动力 还要包阿里达斯 那他导致这个 这工作的流失 而且呢 实际上呢 中共国他用通过 巧妙的这个金融方式啊 他可以让你这钱回不去 对吧 你看你别看他报表做的很好 但为什么 这个发不起来 主要还是因为这经济 他这个钱回不去 其实过去日本 你还也有 其实日本他是明着说这个问题的 其实你看日本过去 消失三年 他消失在哪 消失就消失在 这日本啊 他很多这个企业 他是移到了海外 尤其是中共国 那这些钱呢 他回不来以后呢 那你在日本呢 他没法消费 那说白了 你别看着日本的GDP 你看着好像是在增长 但实际上 如果你这增长 不能到这本国国民头上的话呢 这GDP 在我看来 只是数字上有效 你在实际上无效 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 也有 也导致这个北约啊 过去啊 为什么 他们会担心 别对中国 犯对俄罗斯一样的错误 实际上 他之所以说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在犯了 只是呢 他在这个临别时呢 把这个话说好听 你们别再犯了 别再犯 其实 在我看来 北约一直在犯 那对于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我觉得啊 这台湾啊 他跟这个北约 有很多这个相似的问题 对吧 那过去这个2014年之后 对吧 尤其是这个马英九的 这个逐渐暴露 当然 其实从2008年 马英九上来之后 对吧 10年之后就彻底暴露了 那当时包括那个什么 福茂协定啊 还有马英九 各种乱提巴掌的条约啊 导致了这个 那个台湾也遇到了 这个相同类似的问题 所以导致这个为什么 我后来也想明白一点 为什么大家能够有 那么多的借口 去攻击蔡英文呢 说白了不就是 马英九把这坑挖太大了吗 你蔡英文 你凭借一个人的一己之力 根本就挡都挡不住 这个趋势 对吧 也就是说 很多人都说 这个台湾的这个房地产 为什么涨啊 是不是蔡英文故意 或者什么 实际上我们只要稍微 训练国际金融呢 我们可以懂啊 这个东西不是蔡英文 说房就能防得住的 你给这个 马英九 你开那么大的坑 对吧 你这个金融来回那么多 你中共国 你想把这个台湾的房价炒高 那就炒高了嘛 对吧 那你那个 那你说那帮房地产商 他有钱不振 那在我看那是啥 对吧 那哪有 哪说有钱不振 但问题是 为什么能让他们挣到那么多钱呢 这确实是政治家 在我看来一个 非常需要 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那对于这个问题 我相信这个台湾 这位民族的台湾人 那个尼尔献 你有什么看法 好的 谢谢Satoshi 事实上本身来讲 Satoshi刚才的分析 已经非常的到位 而且非常的精辟 但是是 我还想 本人还想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 我们其实刚才Satoshi的分析里面 少带入了一个 就是本身 中共它藉由 渗透到各国的 不管是政经 社会政经 整个 不管是官方也好 民间也好 它在借由这些渗透的过程中 事实上 它在媒体上 也不断地在为中共 做一些假性的宣传 所谓的假性的宣传 就是说 明明中共没有那么好 而且中共总是带着这么多 邪恶的目的嘛 那可是事实上 你看 借由媒体的包装 他们可以把中国 形容得非常的好 然后中国是一个廉价的一个世界工厂 然后本身来讲 然后中国有一个广大的市场 可以作为消费全球的一个潜在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荣景的地方 诸如像这样媒体过度的包装的结果就是 大家以为都 那个中共国就像那个习近平一样 就像是一个熊猫一样 那是绝对无害的这样子 所以说 在过度包装 你看而且这不是只有几年 这是你看从 本身加入WTO到现在 你看二三十年了 那这个长期以来 在这个媒体的宣传上面 中共国在对全球所注入的这些思想里面 注入这些潜意识里面 让大家都以为中共国是无害的一个一个熊猫而已 所以说你看 为什么后来英国本身 你看像法国本身有很多的一个核设施核电厂 英国甚至于整个网际网路 甚至于要用华为的 然后还要去接种一些很多中共国的一些设计 然后人力 那个甚至于整个这个代包 外包都给中共国 中共国整个包走了 所以说其实讲了很多层面 我们从这一系列这几年 慢慢很多事情的披露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中共国在 在整个西方国家里面的渗透是很深的 那也的确就是说 这个北约秘书长 他刚好在十年里面 从本来非常 整个北约是非常亲共的 甚至应该说亲中共国了 那本身来讲 当然中共他一直认为就是党大于国嘛 所以说本身他们藉由这些媒体的运作 还有这个各种层面的社会的渗透 政府的渗透 然后让整个北方 包括北约 包括这个美国都没有办法离开 他们自以为没有办法离开中共国 还有你看那时候本身俄罗斯 只有天然气的供应 然后让德国这边 在原本刚开始要对俄罗斯制裁的时候 非常为难嘛 那本身你看像 波罗的海三小国 波兰挪威这些 他们也的确对于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 产生一定质量上 一定这个名义上的一些制轴嘛 所以说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 我相信北约秘书长在这十年里 从从亲中共到 我质疑中共到甚至于说 连俄罗斯一起加入进去的时候 他们事实上都隐隐约的 开始慢慢发现到 中共国本身跟俄罗斯 本身同生一气的情况 甚至于发现到中共国的邪恶 那到现在慢慢就有美国 就有情报 然后慢慢的去了解到 原来共产党是这么样的一个邪恶 所以说其实我相信 这个北约秘书长 他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感慨 那可是事实上 他现在之所以说 自由是一定比这个自由贸易 来的更重要 那我相信他所谓的自由贸易 一定是泛指整个跟中国 为了赚取中国的市场 中国的廉价劳动 劳动力 然后廉价的这个劳工成本 那甚至于整个本身来讲 是否可以继续在那边赚取 这个超额利润等等 这些自由贸易 但是换不回来就是本身 国家整个制度上 整个这个对于民主自由 所长年下在二战以后 所累积下这些民主法治 跟国际制度的一个 国际秩序的一个和平 还有一个维系 所以说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什么叫自由 也就是这个欧洲本身 经过这么多黑暗黑暗时期 然后文化的一个 本身的一个相互的一个 一个争斗 然后甚至于 在在那个这么多的 一战二战这样的一个洗礼之后 我相信本身西方国家 对于自由的定义 是非常清晰的 所以说法国在在美国建立以后 事实上也送了自由女神 所以这诸如这么多的一些历史 都可考的一些 过往的激政里面 我们都可以发现到 这个虽然说我们亚洲人 都对于这个 不管是白种人 或者说亚洲以外的人 都会称为他们叫藩人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这些 就是说亚洲以外的这些 不管是白种人也好 非洲人也好 你看他们历经了这么多 文化的融合 尤其在法国 你看的更多就是 不同的族裔 不同的种族 甚至中东人 都在法国 都可以一样 女孩子可以不用带的 那些遮头遮脸的一些 不管他们以前的教规 或者干嘛 就是说衣着上 也可以比较大方 所以说事实上 整个在北约里面 在美国里面 在这些民主国家里面 对于不同意见 不同种族的人 他包容性是比较大的 相对来讲 你看亚洲 像中共国 就是讲求就是汉族 讲求就是统一性 所以说其实包容度 相对来讲 就相对低 所以说其实讲到这样的时候 其实蒋川呢 为什么会去讲到这个 就是说 本身来讲 因为文化的差异 制度的差异 那因为民族的不同 然后文化的不同 所导致的误解 然后跟 然后那因为本身 那个西方国家 比较包容 所以说其实对于 蒼汽来 美国跟北约 对于中共国 跟对俄罗斯的一些 理解都是不同的 所以说其实对 中共国的误解 是蒼汽来 就是误解很深 那也是因为 媒体被过度包装的结果 所以说其实今天 北约秘书长 之所以这样的感慨呢 我相信他一定是 大梦出行般的感慨 那这个本身来讲 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 他还是在唤醒 整个西方 不管是美国也好 北约也好 你们是如何 从这个民主自由的 不管是以前 是多么量的一个 相互的杀戮 野蛮 甚至有兴起了 第一次第二次 世界大战战 那现在所获得到 这样的一个 民主的一个成果 是否要继续维持 这个都是一个 非常深的话题 所以他只是用一个 简单的一句话来带过 可是事实上 其实斑斑血液 都在这其中 好 先还准三楼 好 那肯定会 有些人会说 他说那你看这个 北约不一定会犯错吗 对吧 那不是北约也利用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吗 但这里面我们要知道 首先这个人类 本身就是从一个无知 对吧 或者从一个野蛮落后 或者在这个犯错的过程中 不停地去做的 但是呢 我们从这里面 看到一点是什么呢 当然了台湾可以有另外的说辞 但至少对于中共国来说 有的见见是什么的 至少人家 对吧 你这个资本家 自私 对吧 贪婪 只要人家有这个自由 跑到那边去投资 尽管人家可能是干了个坏事 对吧 中共国 对吧 你首先 你要出国 必须得是国企 对吧 你如果就算不是国企 你就在国企 你如果你用的是私企 对吧 好 人家还规定你这个私企 必须知道多少抽成 或者是你必须要给中共办事 比如最典型的 就是那个火锅店的海底劳 对吧 海底劳 反正其他店我不知道 至少多伦多 它曝光出来了 他们是装监控摄像头的 对吧 然后这个东京肯定有部分店 是装摄像头的 那你想 然后结果后来 还是另外一个人 私下告诉我说 你看那个东京的很多挤压分店 对吧 为什么 你看他们顾客络绎不绝 排队那么长 怎么还是亏本 就是这钱用了哪去 不就搞在这个事情上面去了吗 你说 那你怎么能嘲笑这个欧洲的 对吧 而且那么多年下 两千多年下 对吧 欧洲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至少人家是不停地做总结和经验 对吧 中共国花了那么多时间 不仅没有总结经验 然后呢 帝制呢 还搞得越发的兴盛 那你说中共国它提高 就中共国它提高了些什么呢 所以我们就说啊 这个嘲笑欧洲 或者说比如说是有的时候 说欧洲呢 是没有任何 我中共国至少是没有任何的依据的 对吧 因为可能对历史 对我们自 我们现在对我们自的历史呢 都是不熟悉和不了解的 那肯定还有人说 啊那中共我不进吧 你看这GDP那么高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中共国历史上 可能现在的这个朝代 就这个中共帝国 对吧 或者你不管叫什么名字 对吧 可能是中共国历史 历朝历代可能是最烂的一代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清朝它占了多少 唐朝它占了多少 对吧 可能中共国它真不算厉害的 可能真的可能在世界上比重 可能也就个百分之十 这样子不到吧 那首先老大肯定是美国 美国占那么大的 对吧 你最多 就算你跟美国平风吧 也就是百分之五十嘛 那清朝有一段时间 它可以占百分之八十 但是问题不在这儿 对吧 因为你要讲智 对吧 那你说清朝当年是占什么 那它凭啥能达到百分之八十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市场它是邪恶的 大家都是追逐廉价品的 你搞那些残资品 你找够生活 照样会有人去买 你搞好东西 没有用 对吧 你如果没人买的话 你继承不下来 这其实才是一个核心问题 因为这是市场的一个竞争 它导致的 如果我们说 这个清朝唐朝 我告诉他们 这世界上还有个玩法 叫GDP对吧 你GDP对牛 人家还能说你的天朝上国 我告诉你 清朝和唐朝那些皇帝 说不定分分钟造个数字 比中共我还好看多了 说不定人家能占百分之九 对吧 这个都不是没有可能 对吧 那其实实际上 这些都是没有 我们没必要去搞那些 有的没有质量的东西 而是要看 什么叫文明的前进 文明的前进 它伴随着科技的进步 民主自由的思想 这等等都是很有 都是 这才是一个核心的重点内容 就包括我们就算 台湾的经济再不行 对吧 在我看来 它的进步是很大的 我们不要去光看 这个台湾四小龙期间 其实台湾四小龙期间 它这个经济 其实在我看来 还不算特别值得一提 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 当时的科技的进步量 没有进步量 当然可能当时 已经把半导体搞出来 对吧 但是我认为 最近几年 也是进步可见的 对吧 你看这个人工智能 还包括很多晶体 对吧 人家都是走在前面 所以说 我是觉得 中国应该多去考虑 考虑反思反思 到底怎么样 才能推动文明进步 只有文明的进步了以后 这个老百姓 才能过得更加的 更加可观 好 我们再看另外的新闻 说了这科技进步的 我们都说 这澳大利亚总统 向来 相信未来 任何一件美国政府 都将支持奥库斯 实际上 总的来说 是什么呢 我们不要说 是 其实呢 这句话呢 我们翻译成 另外一句人话 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相信 未来任何一件美国政府 都会站在 这个邪恶轴心国的 对立面 都会去对抗邪恶轴心 你们不要去怕美国 不来帮你们 对吧 或者说 尤其是对于台湾的观众 我觉得特别重要 不要再去搞什么 以美论了 其实实际上 以美论的来自 来源 来源于什么 来源于 蒋中间政府 对吧 对于2756 58号 这个联合国协议的一个扭曲 以及大家的对于历史 所有美国历史上 他做出政策的扭曲 因为说白了 国民政府 为什么他有的时候 会给 为什么会给台湾人 这些印象呢 说白了就是因为啊 这国民政府 他没把很多背后的事情 来告诉你 所以你就以为 单方面认为说 啊 美国又背叛什么 你看美国又背叛 咋办 实际上 可能民国政府啊 自己干一些事情的 只是大家不知道吧 说不定大家一发现 原来我们民国政府 更不靠谱 比起美国来说 这是有可能 当然 我不是说台湾人不行啊 我说民国政府 我相信台湾人 还是 还是这几年 给这个全世界 带了一个民主典范 那对于这个澳大利亚 这个总统的表态 不是你有些 你有什么看法 等一下哦 好像为什么打不开 你没开卖 你没开卖 哦好了 开了开了 好 其实那个 我相信 其实本身 现在澳大利亚总理 他之前因为那个 我印象中 好像有一个 他的副手 还是外交官 外交 外交 外交大臣 是比较亲中的嘛 他本身的这个 在澳大利亚 选起来的过程 好像也是因为 中共的 中共国的支持嘛 但是不管他 他之前的立场为何 我相信他现在讲这个 要支持 美国政府 一定会支持奥库斯 本身来讲 他应该也是 场面化啦 那之所以 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 我相信这里面 有很多政治的角力 那其实讲穿了 整个 AUKUS 他本身应该是 凝聚了这个 美国 这个非常高的一个 情报力 跟一个所谓的 应该 路德之前有讲过 就是 安全的审核嘛 那如果你本身来讲 如果说 你在安全审核上面 没有办法 通过的话 即便 你是 像澳大利亚这样 即便你是 国家在军情方面 都有加入 奥克斯 可是 本身你这个 总理 他是没有办法 再做进一步的 去了解更多的 因为安全 安全等级不到的话 你是 本身是没有办法去 再去接触 更 更加严密 安全等级 比较高的一些 情资的 所以说 其实 讲穿了 就是说 本身来讲 奥克斯 他本身 这个东西 就是针对中俄一朝 这个邪恶轴心 所产生的 一些反制的一些 侦查 甚至防卫 甚至于说 整个资源的调配 那本身就是 其实讲穿了 就是 如果说 现在你本身 在整个美国的带领下 没有办法 针对中俄一朝 这个邪恶轴心 去 做出一些 主动 而且本身 积极配合的一个 彼此协作的话 我相信 即便你想要去 加入这个 奥克斯 本身来讲 也是 也是在排队 在安全等级排队 要排很长的时间 所以说 我们一直 就是会去 去理解到 就是说 这个东西 一定是美国 在 在本身 在针对中俄一朝 不管是从 太平洋 或者从大西洋 方面 想要进一度去 围堵 这个 中共国跟俄罗斯 本身在对世界的 扩张的时候 所采取的一些 必要措施 那我相信 这绝对是中俄一朝 不断地想要去 渗透的一个地方 那今天由 澳大利亚总理 去说出这样的话 其实我不会去感到 有什么样的 意外 那毕竟 本身来讲 真正 想要去加入 欧克斯 甚至还包括 日本 加拿大 还甚至有 包括菲律宾 都有可能 那所以说 其实事实上 就是你本身 到底是否能够在 不管是 路德所说的 内政及外交 那你本身 是否能够 在进一步的 安全等级上 去做一个 强而有力的升级 而且去 在整个对于 中俄一朝的邪恶 这部分 有很 很 很缜密的规划 跟技术 然后你可以去 配合到美国 这些安全等级的话 我相信 你本身去 接触到这些 情职的时候 你才会有 具有安全的保障 那我想 这都是美国 所考虑的一个重点 好 那先还给 查特喜 好 这感谢 尼佑先生 这个精彩分享 也 那我们这个 对于这个新闻的 总结就结束了 那当然了 这个每天 这个事情 一直在不停的发生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够 多多看这个 路德社这个节目 也可以欢迎大家 加入路德社会员 那感谢大家的这个 点评 分享 对 尤其是 大家能够 希望大家能够 多多帮我们 传播这个 路德社的一些思想 这样子呢 可以帮更多的人呢 去看明白 以后未来世界的方向 好 那今天节目就这么结束 再见